連續處長打得響亮 立委王鴻威揮拳痛歐 把林祖英的沙巴打到劍邪 雙方不只動手出擊 雙腳也沒閒 要卡位事後互控 對方先出手 不要臉的民進黨 還好意思二人先告狀 有啊 你看啊 都流血了啊 然後他打傷我 他居然還是我自己摳的 但就在同個戰場 上演女力全武行 為了卡位主席臺 不要用暴力 幫手拉力 不要用暴力 順曉欣抱住椅子 賴惠元從後方想拉走 結果出手勒住他的脖子 順曉欣氣到咬賴惠元手臂 扭打成一團 連後方的國父都歪掉 但真正戰場在隔壁 要做了啦 要等去四周來 怎麼了啦 陳昱真凶狠眼神狠瞪王美慧 結果郭玉琴狂按尖叫機 你整頂有這麼快 出手想搶奪尖叫機 萬老師指控被抓傷 陳昱真一人開打五名立委 更徒手撕毀 民進黨議事看板 眼看雙方衝突超級火爆 國民黨立委洪夢凱用肉身調停 但不只有女人戰爭 誰推你啊 不要推我不要推我 黃生和想打門 結果傅昆奇氣炸開嗆 後方還有這肢體碰觸 王鴻威高分被狂喊 但要比大聲還沒進場前 要作秀去消費別人去別的地方 不要走上林書芬 國民黨保博士與林書芬相互造消 還沒進入實質審查委員會 先上演肉搏戰 TVV送的東京林宣 台北唱不到 早上7點05分 立委滿部分藍綠 一窩蜂全網 會議室不抽 但等等門 不是才剛開嗎 怎麼民進黨立委 已經坐好在主席台上 另一頭連接交通委員會的茶水間 國民黨立委也覺得怪怪的 這一拆荷蘭發現民進黨立委中嘉賓 喊黃捷人就在裡頭 演見被發現黃捷轉身就往交通委員會跑 還不忘把門關起來 這讓國民黨認定民進黨立委早溜進會議室 監視器的畫面 今天凌晨4點多 民進黨黃捷委員 先率先先來破壞202 內政委員會的門闖入委員會 國民黨團也說 他們發現清晨6點10分左右 內政委員會的窗戶是開的 不過20分鐘後關起來了 民進黨委員是否真躲在裡頭 雙方各說各話 不過確定的是民進黨就是要阻擋藍白聯手 送出自家立委吳秉睿已撤案的選罷法搜法 因為民進黨認為吳秉睿跟國民黨的許宇珍都已撤案 但還要排案主審相當惡意 尋高級為什麼要把議事人帶走 只是隨著開會時間逼近 議事人員都沒出現 至於民眾黨立委麥玉珍 則被民進黨指控一線聲就開心跟國民黨合照 說好的走自己的路呢 這內政委員會持續空轉中 七一片新聞 李明慧串柔 台報道 國外風雲帶您掌握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那我趕快帶您來看到立法院的衝突現場 那麼還記得嗎 上週四的選罷法修法 最後是無疾而終 但是今天星期一 那麼在內政委員會再戰 那麼國民黨立委原定 是一早六點鐘 就要來做這個假機動員來做集結 沒想到民進黨五點就到了 那麼雙方就在七點開門之後 爆發了激烈的肢體衝突 一起帶您看看這肢體衝突的畫面 來 保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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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保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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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抓我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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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 大家都可以走 保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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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 Nueik ämän tú 你 certaines動手大家都拍到了 你怎樣動手大家都拍到了 保護人 你剛剛動手 你剛剛玩玩的 大家都拍到了 害甚麼 八蛋 Hyun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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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在弄 好 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衝突場面不只一波 那麼後來可以看到 除了民進黨立委林楚音 跟國民黨立委王宏偉 兩個人有動手的檢舉之外 可以看到後來 包括後來一波的推擠衝突 還有國民黨被稱作為 寶博士的葛如君也被炸脖子 卡在裡面 那麼這樣子的場面 可以說是當很多人看了 是嚇了一大跳 只不過這個議程都還沒有開始 就已經先打成一團了 不過我們要帶你看到的是 後來打成一團之後 一度連國父都被動到了 怎麼回事呢 我們先來帶你看看這段畫面 不要亂脖子 不亂脖子 不要亂脖子 不行 経騙経騙経騙 不要亂脖子 不要亂脖子 把它追扯學會員 不要爭ogrζs 來 爭 Więc 不好意思 大家打成脖子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你都要回去啦 這不是國有地啦 我們要當初的第一站勤戰啦 當初的第一站勤戰 可以看到除了女立委 打神衣團之外 包括另一邊國民黨立委廖先祥 跟民進黨立委中嘉賓也有打神衣團 而至於另外一邊呢 民進黨立委賴慧元 跟國民黨立委徐巧欣這邊 也是另外一個戰場 行程兩邊男女分開對決的狀況 只不過可以看到呢 最無辜的恐怕是最後面的 這一個國父遺像了 整個國父遺像 因為在推擠當中是整個歪掉了 但是醫師人員就擔心 這遺像如果掉下來打到人 這可不得了 所以趕緊的把這個國父遺像 給拆下來 避免了有人來受傷 不過可以看到呢 這個衝突是一波一波的 稍待一會9點鐘 醫師就要開始預計 還會有另外一波的衝突 不過現在看起來藍綠雙方呢 今天可以說是火氣十足 為了選辦法修法呢 今天可以說是誰也不讓誰 已經開始上演全武行了 以上是國會風雲的最新現場 國會風雲帶您掌握 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趕快帶您來關注到 立法院今天的衝突現場 那麼發生在內政委員會裡面 那麼當然為了選辦法修法呢 今天女立委們可以說是大打出手 那麼包括了國民黨立委王洪威跟民進黨立委 林楚音爆發了激烈的肢體衝突 我們可以看到稍早的這段畫面呢 兩個人呢可以說是互相讓 原本呢這個王洪威是想要去聲援國民黨立委 許曉青卻意外引爆他跟民進黨立委 林楚音兩個人的衝突 進而引爆了肢體動手的暴力的行為 那麼呢這個林楚音呢是指控了他的下巴呢 是被毆打到流血了 那麼現在王洪威也有話要說 兩個人隨後出面來指控對方 一起來聽聽看兩個人的說法 長這麼大喔 連我的爸媽都不曾賞過我巴掌 但是沒有想到台北市居然選出一個這種暴力 賞人家巴掌的立法委員 而且不是只打一個巴掌 是連續打了好幾個 是幾個我自己都不清楚了 那直接就打在我的臉上之外 打到我的耳朵跟我的眼睛 所以我現在的耳朵右耳有一點點耳鳴聲 那眼球也有點痛 我只是不懂就是國民黨到底今天這麼暴力 林楚瑜扣訴我打他 事實上先請問他是不是有先動手打我 唉唷小心小心 我講一下齁 以前 手手 好給大家看一下 不是我這邊還有這邊 對對主要是這裡 好 那你不要動 這邊 好 就是林楚瑜跟民進黨他們先打人 然後現在在這邊喊說我打他們 可以看到兩個人是互相指控王洪威 是指出林楚瑜先動手 他才會來接連反擊 但林楚瑜是把下巴給包了起來 指控王洪威這樣子動手使用暴力行為 只不過這林楚瑜的老公就是陸委會的副主委 梁文傑今天也剛好來到立法院的 國防衛交委員會質詢 面對老婆今天遇到這樣子的世界 那麼下巴也漸險了 梁文傑怎麼看 一起來聽聽說 你怎麼看一個 剛剛楚瑜委員在樓下爭取的時候 他的下巴流血 有沒有跟他關心一下 會不會讓大家不要肢體衝突 作為他的先生 應該要開始了好不好 謝謝大家 開心到梁文傑是強調身為丈夫的他 當然會關心老婆的傷勢 不過外界也很好奇 這陸委會現在大家也很好奇一件事 就是海基會的董事長鄭文燦 那麼現在已經因為涉灘請辭 那麼接下來會不會影響到兩岸關係的交流 就是大家很關心的議題 梁文傑有最新回應 來 副主委那現在兩岸的交流 會因為中文燦請辭受到影響嗎 兩岸的交流不會因為個人 就有巨大的改變 那人選的部分有沒有最快什麼時候公布 或者是 如果有結論的話會很快跟大家報告 對 無風山西都做人選 面對兩岸情勢緊張的這個時候 海基會的動作又傳出請辭的事件 那麼現在會不會影響到兩岸交流呢 梁文傑強調兩岸交流 並不會因為個人因素而有所影響 那麼言下之意就是 鄭文燦即使離職了 也不會對兩岸交流 有多大的影響跟變化 以上是國會風雲的最新消息